各位网友,去转继续上一辑讲经济学那种经济的事象 经济学的现象,如果大家对这个社会 或者对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或者个人从事经贸,商务之类 对于经济学是不能缺少的 当然你做小生意就无所谓,反正是靠努力,给时间去博教 但是如果是想年轻人有些作为的话 这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是社会科学 过去很多人都认为经济是政治的富庸 因为政治的层面是高于经济 因为当时的经济学未从发展到人类文明到今天 还未知道经济是那么重要的 现在慢慢大家知道 以前在传统的经济学来说 就是什么呢? 比如这个人口卵 就是说 这个 the rich get rich the poor get children get children 有钱的就如有钱 没有钱就生育多些 生育多 那么就变成长期是这样 其实不是的 量食经过这个人的进步 会大量生产 我们现在呢 听不到说饿死人 就是我说最近这二十年 你说饿死人 这些人为的呢 的的确认不关经济事项的事 是你自己本身经济事项 不能发达 是有意自知的 人类社会的文明呢 所产生的这个物资呢 是远远比人口呢 超过的 当然 我们呢 是 亦都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战争 或者其他的灾难 使得人口 是 减少 亦都有可能 但是呢 不管怎样 如果 讲人口 和这个 糧食的 争产 是 不可 不可 同意的 而且呢 糧食呢 不仅是 毒米啊 这些 澱粉质的嘛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物资 是足以 使得你 不单止是温饱 而且你有更好的营养 更好的身体嘛 所以人类的寿命呢 是因为这样的经济市场呢 发展呢 使得各方面进步呢 包括医药 所以人的寿命呢 越来越长 咯 咯 旧时呢 就是 经济是政治的富庸 什麽呢 都要被政治支配 现在恐怕 倒转头了 是这个 什么呢 是经济 这种的事象 这种的进步 使得人类的文明呢 跨大步 变了 政治呢 不过一个制度 是 不是怎样会变的 变的时候呢 这个速度呢 不够经济的市场都快 所以 因此 社会科学来说呢 这个经济的进步呢 是人类文明的 最重要的一个步骤来的 其中之一啦 不要说它是主导啦 但是事实上呢 经济是主导了大部分的 我在 Sell Oil做呢 是 的确是一个 一个高薪的时间 那 我讲给大家听 当时呢 没有那个 minimum salary 很多人呢 都不愿意去这个 政府那 或者有工会的地方去做 是多数呢 去那些大企业 跨国公司 好像Sell Oil 好像Imperial Bank Imperial 或者是银行 银行现在呢 就有了 有这个 minimum salary 以前没有的嘛 一个女仔 我讲一听 我来到的时候呢 是1962年 一个女仔 一个cassier 普通来说 是45元而已 那我们 我讲给大家的观点 那些大公司呢 虽然没有minimum salary 是在当时 是一个高薪来的 我一进去呢 就好像呢 是一百六十元那样 大一年呢 因为大一年呢 又是当铺碑嘛 你是试用期嘛 大公司都是这样的 不知三个月 我不记得了 三个月一半年 那就转入permanent 就是什么的了 到年底呢 又不同了 看你的 职效多少 你的能力多少 那就会调整 还有一个 叫做leaving index 你譬如你今年 这个money inflation 是五个percent 那才算了 或者以前很少的 加拿大的 这个 的inflation呢 不是那么猛的 都是三个percent 左右 没有五个percent 那么重要的 当时 所以加拿大呢 有一段时间呢 我最初来的时候呢 是这个外汇呢 和美金比对呢 是超越了美金的 比如一元呢 美金就要过一 过二都去过 那后来 才是 美国一路发展呢 那个 因为这个发展的时候呢 要有远体 有硬体嘛 那个fixed capital呢 就五年转换一次 有depreciation嘛 所以呢 他就会看一下 这个 这个 硬体的depreciation 多少 那来到 adjust 这个leaving index 是应该怎么样 那 譬如他们 今年 一百的 一百的加倍 可以买到 今年的一百的东西 到了明年呢 如果他 他要一百零五元 或者一百一十元 那他就变成呢 又知道他的inflation 是多少呢 这个叫做leaving index 呢 他要加回给你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从这个propation 一到这个 你变成permanent的时候呢 他又另一种 和你adjust 你转过来 是多少 另外呢 就是我刚才说 就是这个呢 你的能力是多少的时候呢 有一个adjustment 所以呢 是一个高薪来的 所以呢 我第一年呢 就经过三次加薪了 从这个 试用期 到正式成为permanent 一次啦 到 living index 一次啦 到年终口职一次啦 就是三次了 所以当时呢 都是属于高薪 那做了几年呢 就是我觉得呢 这个呢 我差不多呢 对于这个 资本先进国家呢 这种的经营的方式呢 怎样利用到 这个经济的原理呢 来到使得它各方面呢 有很好的进展 和它有步骤的进步的 这个呢 真的 我这三年都学了很多东西的 真的 所以呢 我就觉得呢 我既然在这三年了 那我都应该有一个转变啦 是吧 那我每一天呢 早上九晚五啊 那我觉得就 挺困身的 我为什么不可以 在这个加拿大 这样的自由天地 我为什么不可以出去闯一闯呢 是吧 所以呢 我三年之后呢 我就 说一句 我不想做了 我想出去自己搞生意 好了 那么 那个 那些同志 喂 你不要走啊 我们这里有个regulation呢 我也不知道 有个regulation呢 你走下去 不论你怎样都好 你不能回头 第一 第二呢 你三年呢 你没有五年 五年呢 你每一个月呢 你那个income呢 公司加5%给你 当公积金 你要做每五年才有的 你只有三年呢 你没有啊 你只是得分你自己 那个公积金 这个公司不会加给你 第二点 第三点呢 第一点 你不能够回来 第二点呢 你的公积金 不会加 第三点呢 就是什么呢 公司呢 在你 因为我当时是这样的 你是在将你 最后的五年呢 的average呢 你会每一个月呢 得到百分之七十 七十五 百分之七十五 一路影响到你老的 你不但呢 有这个 有公积金啦 你可以 有一个别墅 起码 有一个游艇 你起码 那然后呢 你很安乐呢 你享你的晚年 有百分之七十五 是五年的average 他说你不要走啊 说我们个个都不走啊 我觉得呢 那么远水路来到 在广东 十阳十水来到这里呢 我如果是 是为的钱 一直到我安日 我等于卖身而已 所以我因此 我都不介救 我要离开 那个个的眼睛都大小啊 只有两个中国人 我找了一个做一个 张先生 他做到他 做到他退休 退休的时候是什么的 我现在都认识他了 不过我呢 就长迷过他 我年轻过他嘛 所以我现在都八十七岁了 所以我回顾一下呢 所以我生平呢 没有什么不乐观的 我出去 怎样去做 去做地产 我一会慢慢 下次告诉大家 这个呢 就是呢 没有失败的问题 我从小都没有失败的问题 没有这个念头 到现在都没有失败这个念头 这个东西呢 我相信我对年轻人呢 是有一种赖志的激愤的 因为我自己 我说我自己 我一杯子 我没有说谎 OK 你可以 听听我以前说的东西 跟现在说的东西 是一样的 那我今天呢 就说到很愉快 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